要减肥就代表不要吃东西 不要吃东西就会瘦 结果换来的是什么 换来的并不是一个瘦了的身材 而是呢 一直在那边喊没有力啊 我的肚子动啊 我的胃动啊 搞得自己像人不人鬼不鬼这样子 哈喽 今天呢 我要来讲的东西呢 就是为什么你们减肥 一只又一只的十八 尤其是呢 昨天是 Happy Jopko me 那么Jopko me就结束了 也代表说呢 新年就结束了啦 大家又要回到去正常的生活啊 但是有样东西却不一样的就是 大家又肥了不懂多少KG 刚黑咯 新年 太把东西吃了 地铁边啊 火水啊 哎呦 吃三亿哦 飞到人家 太铃鸽了咯 所以这东西呢 就让我想起了很多人会讲 我新年后呢 就要正式的开始减肥 可是可能一个星期后呢 又打回原形 又回到去原本的生活了 这样子呢 我这里就有好几个为什么你们会减肥失败的原因 第一个为什么你会减肥失败的原因呢 就是你吃太少食物 或者是你根本没有在吃食物 讲着很多人以为减肥 包括我自己以前哦 要减肥就代表不要吃东西 不要吃东西就会瘦 道理来讲是这样的 可是呢 当你不吃东西的时候呢 你就没有力气 你的心情等等呢 或者是你的身体呢 根本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那么当你无法生存的时候呢 你减肥还有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当然你可以减少你的分量 可是不代表呢 你不要吃东西 以前呢 我也是有犯过这个错 就可能我平时正常还没有减肥之前吃的东西呢 就是一天三餐 然后有肉有饭等等等等的 可是呢 一瞬间我觉得我自己要减肥的那一刻呢 我一下子变到 我早上只是吃两粒鸡蛋啊 然后晚上不要吃饭啊 就只是吃菜啊什么什么这样子的 结果换来的是什么 换来的并不是一个瘦了的身材 而是呢 一直在那边喊没有力啊 我的肚子动啊 我的胃动啊 非常的动啊 搞得自己像人不人鬼不鬼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来了啦 可能很多人会讲 这样子那些教我们说 Intermediate fasting 间接性断食对吧 应该是这样说 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要太过误会他们的意思啦 间接性断食呢 就是在一段时间不要吃东西 不代表说呢 你一天是没有在吃东西的 OK 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 还是吃他们应该要吃的东西 因为减肥最基础 最基础的呢 就是你净的卡路里 跟你处的卡路里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不管你是以什么的方式 什么的diet去减肥都好呢 你还是需要吃东西的 你还是需要让你的身体 拥有基本的食物 来去给你energy 给你身体操作 然后还有一些营养成分 是需要存在的 所以呢 并不是完全不吃东西呢 你就会收下来 第二个 为什么你会减肥失败的 我哟 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啊 包括我自己以前 以前 真的以前 就是我们在减肥的这个时刻 我们都会做了一些 很不好的食物选择 什么叫做很不好的食物选择呢 你注意听啊 我本来原本是想要写错误的食物选择 但是我过换去不好的食物选择 为什么我会选择不好 而不是选择错误呢 因为我相信在吃东西方面呢 没有对跟错 只有好跟不好 对我们来讲 我所谓的好呢 并不代表说你吃世界上最健康的食物 吃salad啊 那些什么 这样子就叫做好的选择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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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饭 你听啊 说不吃饭 所谓的不好的食物选择呢 有分几种的讲法啦 首先就是你选择吃很高卡路里的食物 但是分量很少的东西 就比如讲啦 一个那个Maggie curry面 这样子 很多人减肥的时候 哦 我今天只吃了一个Maggie curry面 我吃了一些食物 但是那个快熟面呢 这样子一碗呢 没有错的话 就近400-500卡路里 分量那么小 几口吃完 我本身可以一两口就吃完的东西 但是呢却有了400-500卡路里 所以你可以把这些高卡路里的食物呢 换成另外一些食物 就比如说我每次吃Pancake的时候呢 我都喜欢放那个Butter 可是过后我发现呢 Butter的卡路里真的是很惨高 很惨高 很惨高你懂吗 你明白吗 所以我就把Butter换去Grid yogurt 同样的还是非常的美味 但是呢 卡路里却是低了非常的多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了 你们继续找 然后就是所谓不好的食物选择呢 就是 你不要以为减肥就是所谓的Eat Clean 然后就要吃到非常非常 非常 干净 应该这样讲 我自己也犯过这个错 我以为要减肥的时候呢 哇 突然间变到 我又去吃Salad 然后我只是吃鸡胸肉 放点盐 这样子就去煮来吃转了 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健康的食物 很多人减肥都是吃这些 但是你要了解一样东西就是 你能不能够呢 几乎天天都吃这些没有味道的食物呢 老实讲我不可以了 之前我减肥的时候 我try了哦 我吃三天 我直接放弃 因为实在是 哇 没有生活啊 你明白吗 食物就好像一种生活这样子 你天天需要吃的样东西 每天放弃嘴巴 屁股出的一样东西 但是呢 你却这边进哦 都好像大便这样子 然后下面出的时候 呼 大家需要改一改这个想法吧 健康的食物不代表不好吃 健康的食物呢 也可以很好吃的 你们只需要上网呢 找一找不同的煮法 健康一点的煮法 同时呢 也保持着好吃的recipe呢 你就会发现哦 原来健康的食物呢 可以这么的好吃 所以最简单话的跟你们讲呢 你只要学会如何选择一个 低卡路里高分量的食物来去吃呢 你基本上整个减肥过程呢 都是饱饱不会挨饿 同时间呢 也可以减到肥 第三个为什么你减肥会失败的原因 因为呢 你不要动你的皮股 你觉得卡丽油氧运动呢 是很无聊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的确我本身也是觉得 跑步等等那些是非常无聊的一个运动 真的不大理解那些人这么那么喜欢跑步 是很爽啦整个感觉 但是哦 有点太无聊了 所以现在其实我也很少特地去跑步 可是呢 我却把我的油氧运动呢 转换成我喜欢玩的sport 所以呢 我本身就选择去打篮球 篮球呢 我可以在那边投篮啊等等 打来打去 自己一个人打都好呢 我可以投注两三个小时 不是问题 跑步的话呢 我觉得我跑那十分钟 我就哎 哎呀 很闲啊 回家了 所以你其实可以选择一些 你真的真的喜欢的运动 我觉得人生里面 不管做什么东西都好了 当你喜欢要东西的时候 再辛苦你都会愿意为他去付出的 所以呢 我真的很喜欢打篮球 这样子我就去打篮球 也是在动我的身体 而且在我流到满身汗的同时呢 我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的辛苦的感觉 但是公斤斤的 在减肥哦 卡丘有氧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啦 就好像我讲的卡路里进卡路里出 你出的时候呢 就是你在做有氧运动的时候啦 不是那些哪天你懂吗 不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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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bilt muscle 那些不是营养运动 那些 燃烧不到你的脂肪 你要跑 流汗也不关系 其实 是要 跑要动你的身体 这样子就来到我们第四个 为什么你会减肥失败的原因啦 也是有多少 related到刚刚那个点啦 就是很多人呢 做完运动后哦 他们突然间呢 会觉得自己好像accomplish了很大很大的东西 这样子 就要reward自己 以前我也是这样的啦 真的 跑进去gym那边 拿个铁这样子 哦 拿一下 哇 觉得自己做了好 好伟大的东西呢 就开始去奖赏自己食物 感觉自己好像付出了非常多 需要掌赏自己那种感觉 你明白吗 就导致你不理太多的 就这样子 直接吃多多的食物 吃大大碗的饭 但是如果我跟你讲 其实你做的那些运动呢 连一碗饭都不如的时候呢 你应该就不会觉得自己那么伟大了吧 不过这个还蛮真的啦 你去跑步或者是 尤其拿铁这些呢 你根本烧的卡路里呢 并没有你想象这么多 你是累 但是不代表你烧的卡路里多 真的 金金耶 金金耶 所以呢 我本身都会建议大家 跟随你的运动量呢 来去计算你一天 需要到的多少卡路里 就是你们的TDEE啦 在之前有一个影片有 大概教过你们怎样去计算呢 然后就不要太过去理你那一天 做过多少运动 需要吃回多少笨 我觉得不要太过去纠结你做过多少运动 反而是把你的基础给做好 就是你一天需要的那个分量 保持在你那个需要的分量里面呢 就行了 给你身体足够的营养 给你身体足够的力气 给你身体不会觉得饿 而且有样东西啦 大家必须要搞清楚的就是 运动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快的减肥 但是呢 减肥最基础最最初回到来的呢 还是我们的嘴巴 我们吃到东西 来去控制我们的身材的 我可以一天可能做三四个小时运动 但是呢 我一天却吃10千的卡路里 这样子 我相信我根本不会瘦下来 因为可能我运动很努力啦 给我烧够1000卡路里 都好 但是我吃的是10千 所以呢 我又肥多9千卡路里了 所以那个数学呢 就是这么的简单 一切呢 还是在你的嘴巴 千万千万不要以为 你可以outtrain 你所吃的东西 你是不可能outtrain到的啦 功夫两边功 outtrain 其实我真的不懂 老实讲 如果你真的是纯粹要减肥 不要build muscle 不要什么脸都好呢 顾好你的嘴巴 顾好你吃的东西呢 你就会瘦了 但是我还是会鼓励大家 反正都要减肥了 不如一起build my muscle 啦 这样子还是顾吃跟做运动呢 搭配起来就是完美的啦 然后就来到我们的第五个 也是最后一个 为什么你们会减肥失败的原因啦 很多人减肥呢 直接把减肥呢 把它看成一个go 我要收下10KG 我要收下20KG 然后当你有了这些go后呢 人类就会突然间 好像失去了一些耐心这样子 你会一瞬间哦 很希望你明天一睡醒哦 你就收了10KG 所以也是因为 你缺少这个耐性的关系 你太急着要收那10KG的关系呢 就会导致你犯以上 刚刚我所讲过的那些错误 你以为要吃的更少啦 你以为要这个啊 哪一个啦 搞到你整个人不仁 人不仁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这样 水 水 所以减肥呢 是需要我们的时间慢慢去适应 慢慢去燃烧等等的 它并不是一天的事情 而且呢 身为一个成功的 瘦了20KG后的人 跟你们说一样东西 就是呢 我现在是瘦了20KG 但是不代表呢 我可以回到去乱乱吃的日子 我这个新年 其实我才吃那个三四天 但是呢 我肥回了5KG 所以减肥是一个马拉松 不是一个短跑 你明白吗 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mine set呢 就是不要因为享受而吃的健康 而是呢 你吃的健康 所以你才会瘦 这样子说应该没错吧 没毛病 完全完全没毛病啊 在我这个整个选肥过程中呢 我最大最大收益 真的是学会如何吃得更加健康了 我几乎是减少了非常多 那种很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真的体验到 当你吃健康的时候呢 你的整个feeling 你整个身体呢 都会特别的 good 非常good的feeling 你明白吗 以前呢 我真的是天天呢 要死要死这样子哦 因为我吃买那种垃圾食物 所以呢 我整个感觉没有力啊 要死要死 但是现在 哇 好像神这样子可以飞啊 可以飞啊 噗 那种感觉 所以保持一个好的身材呢 是一个永远的事情吧 这四人都需要 maintain的一样东西 车都要天天maintain啊 你不可能车maintain一轮后 你就整四人都不需要再 maintain他的 对不对 so yeah 那这些呢 就是经常人类会减肥失败的原因啦 你们不妨可以留言一下 讲下为什么你们之前会减肥失败之类之类的 因为这样子可能观众读你们的comment的时候呢 也会从你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样子 然后假如你觉得这个影片好赖赖的话呢 不妨帮我分享一下给更加多的人看到帮助更加多的人减肥成功啊 啊错了错了 不应该这样讲 我应该要讲帮助更加多人呢 活得健康一些 帮助大家人的2021年呢 变得 哦 身材也好好的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品财哦 按个subscribe 不要孤寒 多看我一点 你也瘦一点 所以呢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